基本上我的任期是到5月29号 所以能做的事情其实也不多 当然能够越快让我回归是更好 在科技部年终记者会上 部长陈良基向媒体透露 内阁该组卸任后 自己想返回学界 投入半导体研究 他细数过去三年 推动创新科技的成果 也强调人才投资 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大概在未来的十年内 整个半月产业的产值 会从现在的两兆六千亿 增加到将近五兆两千亿 甚至更高 那这两倍的产值 绝对我们还是要更多人进来 才有办法创造这个产值 所以他对人才的需求 对整体环境的需求是需要的 为了持续强化半导体 以及人才培育 科技部去年也向立法院申请通过了 基础研究独立经费 今年也规划要增加40亿 达到300亿元 以及每年10%的实质成长 跟上先进国家 对于同样以半导体产业为主的竞争对手 南韩也投入大笔经费研发 陈良机则认为 台湾已经领先全球量产5奈米制成 并拥有封装测试与群聚等优势 不输南韩 如果要以扩散力跟能量来看 其实台湾走的算是比较稳健 包括说台积电 台积电现在规模看起来越来越大 可是台积电几次重要往前迈进 都是他强调这个 Alliance的这个机制 所以EGO SISON的重要性 这台湾到目前为止 在办法的群聚 我觉得韩国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相比 而被问到520内阁总辞后 科技部推动的政策 能否延续下去 乘良机相信原先建立的成果 能成为典范 也会提供资讯 统整国外经验 协助新部会的成立 并在半导体与AI晶片产业的强化下 实现蔡政府太空产业的新愿景 以及发展量子电脑 人工智慧等多元领域 新唐亚太电视高建伦 唐吉安台湾台北报导